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我们继续来听听教宗这一周 为我们带来的训会 12月30号的圣家节 教宗方极客以当天的福音 祭祝圣家 从耶路撒冷回家途中 因为耶稣不见 去寻找的事迹 特别省思了 惊奇和焦虑 这两个词汇 教宗说 在圣家中 惊奇从未停止过 感到惊奇 与把一切都设为理所 当然截然不同 惊奇意味着向他人开放 这种态度 对修复人与人之间 受损害的关系 非常重要 而且对治愈家庭中 尚未愈合的创伤 也是必不可少的 教宗解释说 玛利亚和若瑟 感到焦虑 这显示出 耶稣在圣家中的中心位置 教宗说 玛利亚和若瑟 因为耶稣丢失了三天 感到焦虑和担心 那也应当是我们的焦虑 尤其是当我们远离耶稣 忘记耶稣 好几天没有祈祷 没有阅读福音的时候 最后 玛利亚和若瑟 在圣殿里找到耶稣 我们也应该在天主的家中 寻找耶稣 教宗鼓励我们 尤其是在礼仪中 我们与耶稣有活生生的接触 在圣言和圣体圣事中 我们要汲取耶稣的力量 来面对每天的苦难 教宗方基各 12月31号傍晚 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了天主之母节第一晚岛 与在场信众一同涌唱了 谢主颂 感谢天主在2018年赐下的种种恩典 在礼仪讲道中 他以当天读经 记载十几满天主子诞生 教宗解释到 就耶稣刚诞生时来看 十几圆满的记号并不明显 但耶稣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 施展出前所未闻的力量 现在他圣爱的力量 仍在发挥作用 而且在往后的历史中 也持续如此 总有一天 爱将会达至圆满 接着教宗继续指出 圣保禄总统明确地阐释 天主圣子降生的意义 为的就是 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 法律虽然教化人心 却无法使人摆脱罪人的状态 反倒将人禁锢在这种状态中 阻碍人类得到身为儿女的自由 耶稣的降生 让人走出受奴役的状态 还给他们自由和尊严 那作为儿女的自由 所以 为天主的圣爱 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 超越法律 成全法律 才能根除罪恶奴役人心的状态 最后教宗邀请所有人 将目光投注在那些 正处于奴役状态的人 特别念及在罗马城 无家可归的一万多人 虽然是不同形式的奴役 却导致他们的人性尊严扫地 教宗鼓励众人 清尽关怀这些 处于奴役状态的弟兄姐妹 元旦是世界和平日 今年世界和平日的主题为 良好的政治是为和平服务 教宗方杰克表示 我们不能认为政治 只适用于政治领袖 每个人都要对城市生活 和公益负责 如果每个人都在为和平服务中 各尽所能 政治也是好的 元月一号也是天主之母节 教宗方杰克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天主之母节弥撒 他在弥撒讲道中表示 今天我们不仅因耶稣圣音 为我们诞生而惊讶 也为天主之母惊叹不已 因着圣母玛利亚 天主将自己与人类 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圣母的目光提醒我们 温柔对信仰至关重要 因为温柔能预防基督徒的 不冷不热 圣母的拥抱是治愈孤独的良药 圣母牵着我们的手 走良善的道路 圣母诞生了主耶稣 祂也把我们引向上主 使我们重生 祂是一位母亲 更新子女们对信仰的惊叹 因为信仰是一次相遇 不是一种宗教 生活中若缺乏惊叹 将变得暗淡失色 没守成规 信仰同样也是如此 因此教宗勉励我们 让天主之母注视我们 让天主之母拥抱我们 让天主之母牵着我们的手 教宗首先指出 让圣母注视我们 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帮助 或陷入生活中 最错综复杂的纠缠时 圣母那母亲般的注视 将帮助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信奉天主的子民中 蒙爱的子女 并且我们彼此相爱 看众合一多于差异的地方 圣母玛利亚的目光 让我们牢记温柔 对于信仰至关重要 因为她能预防基督徒的 不冷不热 此外 我们要让圣母拥抱我们 她心中挂念着一切 包容一切 无论好事坏事 她心中也牵挂着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愿意拥抱我们的一切遭遇 并将其呈献给天主 在今天的破碎世界 有太多离散和孤独 世界已经全部联网了 却似乎越来越不团结 为此我们需要依靠圣母 正如福音所描述的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圣母 教宗的最后一项勉励 是在人生的旅途上 让圣母牵着我们的手 教宗表明 耶稣并不是在一个任意的时候 将她的母亲赐给我们 而是在十字架上 她对她的每位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教宗说 圣母不是一个可选项 我们应当在生活中接纳她 她是战胜邪恶的和平之后 她指引良善的道路 教导子女怜悯之心 并使子女重归合意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见 祝福福音机 教宗说话 基于教宗说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